美国航太总署NASA最近发生了一起重大人为失误 由于操作员传送错误指令 导致太空探测器航海家2号Voyager 2的天线偏离地球 就此与NASA失联 现在NASA正想办法与探测器重新连线 根据英国卫报今日宇宙Universe Today新闻网站一日报道 航海家2号目前所在位置距离地球大约200亿公里 上月21日NASA操作员无意间发出错误指令 使探测器天线朝地球以外的方向偏转了两度 由于这个误差 地球传出的讯号因此越过探测器 无法被接收 反之探测器传回的讯号地球也收不到 负责管理航海家探测器的NASA喷射推进实验室NASIS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说 目前他们正透过位在澳洲坎培拉的升空卫星天线Deep Space Network 持续聆听航海家的讯号 未来一周也会发射大量指令 希望有机会触及探测器 尽快恢复联系 不过即使这么做行不通 科学家们也不太担心 NASA表示 由于探测器被设计为每年数次重置方向 以保持天线指向地球 因此如果没有其他意外 应该能在10月15日再次接到航海家2号的消息 1977年 NASA发射航海家1号Voyager-1、2号两艘探测器 前者任务为研究木星和土星系统 后者目的则是研究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 堪称最多产的太空飞行器 达成主要任务后 两艘探测器继续往太阳系外飞奔而去 协助人类探索太阳系边界 NASA估计 它们仍有足够动力 可运行至2025年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